光是先看我刚刚讲东盟国家 泰国 马来西亚 不都是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吗 现在看到因为有条中老铁路的帮助 泰国榴莲出口额说迅速的成长了 泰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 说今年1到7月出口额大约37亿美元 增加到了2019年同期三倍以上 甚至还说 你知道中国人真的好像很爱吃榴莲 因为过去两年 中国大陆进口总值60亿美金的榴莲 占了全球需求量的91% 所以泰国当然是眼巴巴的 看着中国大陆这个商机 所以亮哥我不知道你吃不吃榴莲 不敢吃 不敢吃我也不敢 可是我们有一位 我上去去泰国 怎么样 那个拿都就拿最好的 所以要招待我 一定的 第一盘就是榴莲 那怎么办呢 当场眉头一皱 可是说真的 我们有同事很爱吃榴莲 结果就发现说 最近第一在台湾榴莲变少了 有的话也变贵了 中国大陆 都被大陆买走了是不是 中国大陆它的增加率是增加400% 你讲91%是今年的全球出口 被它吃掉91% 它自己的进口比去年增加400% 表示中国大陆越来越多人爱吃 那因为它的产量没那么多 所以一下就被买光了 就是这样 而且都是东南亚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还有一点学问 这我还研究过 你还研究 不是 因为它最好的产品 那就要在某些地方 可是东南亚很多人会作弊 就是它同样卖你一个榴莲 它就说是哪里产的 结果中国大陆还用卫星 去定位 去定位 就是你整个运出来的过程 它要看你是怎么运出来 从产地出来 每一个点它都要定位 所以你才能够证明说 你就是那个地方 都明 对 因为日本它有一个履历制度 可是东南亚没有这样的制度 所以就中国大陆自己要去查 说你有没有骗我这样 好 线上的网友 你没有发现最近你身边 如果说你知道榴莲的话 那是不是真的有变少 有变贵的现象 台湾的朋友 来呼叫一下台湾的朋友 因为我们有同事 真的就是这样发现的 所以如果您有发现的话 麻烦请加一给我们来看看 因为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 说真的我自己是蛮怕榴莲的味道的 能够敢吃下那一颗榴莲糖 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卫 帅强君 我老婆买榴莲回来 我都离家出走 那个味道我实在受不了 但是中国人吃榴莲是有基因的 你看多少个省份吃臭鲑鱼 安徽臭豆腐 越臭越有麻烦 那些不一样 那些我都敢吃 榴莲我不敢吃 但是你总是要有能够逐臭的这个本事 因为我带来一次到东南亚去玩 我很佩服 他不知道怎么会带回来 那个海关也能过 旅馆也能过 不是早期 他是那个早期的时候 他是剥好的榴莲 不是带壳的 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这我很怕那个味道 是不是 这个好像跟基石味道很像 就闻起来 就像我们吃臭豆腐 很多时候闻起来臭啊 可是吃下去就是香的 但是榴莲我是真的不敢领教 但是臭鲑鱼很臭 上火 对 因为它比较热性的食物 很甜 非常甜 对 我有吃过 但是吃没几口 就真的在撑不住 非常的浓 对 非常浓 它有冰淇淋买 有 有月饼 有 就撑不下去 抽香 可是就是借由这条中老铁路的话 那真的要善加利用 这条铁路能帮这么大忙 当然可以 因为现在泰国很后悔 因为本来这条铁路是要连接到泰国 然后再从泰国要连接到马来西亚 最终到新加坡 那由于泰国在当时 犹豫不决 又想给日本做 然后又想给中国大陆做 那犹豫不决的情形下的时候 那老挝他铁了一个心 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 那所以这条路就由中国的基建 他们开始建了 很顺利 然后泰国这边犹豫不决了以后 后来日本的承包方做不出来 因为日本的大基建的工程一直出问题 例如说他在越南盖的大桥整个崩下来 然后他在印尼本来那条高铁的规划是印尼的 后来印尼日本也承接不了 那等到中老铁路出来了以后 泰国后悔了 因为他的运输量如此大 而且他在人 人就是客运这个部分几乎斑斑满 货运这个部分也斑斑满 所以泰国就变成搭这般列车 也就是他先把他的货品 先送到这个老挝的关口 然后再进去或再上去 那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泰国希望尽快地跟中国 把这个铁路修起来 当然十年前 如果泰国没有措施这个的话 今天泰国的经济一定比现在更要好 对呀 十年前看不起我 十年后我就叫你后悔了 这个不过讲到榴莲 我看这个好像亮哥跟帅将军也都蛮懂的 我看我们这个线上有朋友讲猫山王 那可是我们好像在台湾常常看到是什么 叫金枕头 对不对 金枕头 一样的吧 不晓得 因为我不吃嘛 我只能闻其名嘛 好 来 猫山王是马来西亚顶级的榴莲 美国国家产品 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 你面对但是不敢吃的 那个叫猫山王 不 人家是讲究产地的 讲究 猫山王 不 这个就跟我们芒果一样 对 就你一定要爱文的 爱文的 可是到处都说它是爱文的 对 那谁知道哪个是爱文的 还有那个老长的那个文蛋 对对对对 对大家都说是啊 对啊 好 亮哥但你既然讲马来西亚 我给你请教一下 这个现在呢 欧盟有环保的考虑 他推法律 禁止进口来自发林土地的产品 哎呦 马来西亚这可要跳脚了 棕旅游的主要生产大国 马来西亚该怎么办呢 现在他们的官员就说 预计要增加对大陆的 棕旅游出口量啦 好 我卖不出去的 我卖到中国总行吧 一年渴望增加50万吨 今年甚至可达320万公吨的数量 亮哥 所以现在怎么都想到中国大陆是吗 我这么近这非常合理啦 我只是说欧洲啊 现在大概就是他就在 这个这种法律大概只有他有了 环保意识 把全球贸易结合在一起 对 然后说因为你砍发了树林啊 然后我就做进口的限制 出口的限制这样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像什么碳交易啊 那很多地方不会这样思考嘛 对不对 是是 那因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巴西啦 你欧洲怎么不去想一想 对 那个亚马逊流域的 因为他需要助人嘛 那他就要去砍树 对 那你欧盟如果叫巴西不要砍树 不要骚林啊 那你要给人家钱啊 对 不知道人家怎么怎么办呢 对 他就永远都不要开发 他的生计怎么办 那亚马逊流域占那么大的面积 是 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的逻辑啦 你以为马来西亚喜欢 发林吗 对不对 因为他必须要扩大那土地面积吧 是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人家 可是这个他就是表示你是用 不同的发展水平来评估一件事情 对的确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